动紫间点名批评刀狼 这个社会人在看着呢 看着这是非呢 看你刀狼怎么做呢 看你刀狼怎么表态呢 到现在没表态 人家看不明白吗 网民都是傻子吗 刀狼与云朵的火越烧越旺 现在终于烧到刀狼了 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还是另有隐情呢 有人公开喊话批评刀狼 曾经多次蹭刀狼流量 现在又在公然挑衅批评刀狼 网络是是非非 真真假假 考验着网友们的智商和判断能力 我们来一起听听 这位是怎么批评刀狼的 你这辈子也受过很多的欺压和委屈 甚至于长达十几年 然后有人为你站出来说话 无数的为人为你抱不平 网络还给你一个正义和公道 现在被你租出师门 或者是自己离开师门的云朵 正在遭遇网络暴力 而且很多事是因为你的歌曲而起 或者说设计到所谓的版权 师徒的恩怨 网友上各种猜测 一种说他背叛师门 一种说他有负私恩 一种说 一日为时中是亡为父 哪怕人多算是被你租出师门了 现在他遭遇这么大的网络暴力 那么多人攻击他 甚至于不惜造作各种谣言 比如说给你打了午餐官司 说他告你 比如说他跟那么姓张的谁是老公 比如说说他加盟了参兴文化 这些谣言一个一个的出来 你应该肢解和间接的出来降降温 哪怕他已经不再是你土地了 既然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那也讲一日为土终生为儿女 你能不能互乎你家犊子 就算你不互的话 你出来表态一下降个温了 你不表态我对你很失望 杜子静对你很失望 这个事已经搞了两三六月了 越搞越过分了 我看不惯了 我为你点评过很多作品 但我期待你为云朵出来 降个温 看不下去了 这是给刀狼施加压力 还是故意在害刀狼 还是借用刀狼名气来找存在感呢 刀狼是刀狼 粉丝是粉丝 粉丝的个人行为 不能代表任何一个人 刀狼从来没有针对这些事情 做出任何回应 刀狼也从来没有卷入这场是非 连公司公开的白纸黑字 都不能说明清楚 刀狼本人出来说 还有何意义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也永远唤不醒一个没有良知的人 有些人啊 一边蹭刀狼流量 又一边评论批评刀狼 你到底咋想的 你到底是想让刀狼回归音乐 还是想让刀狼卷入是非呢 对此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评论